您知道宠物也有接送美容服务吗? 疫情期间各大业者在防疫政策的原则下 不断推出新的营业方式 不仅有餐饮业者推广外送服务 就连宠物美容也有提供到家接送 让主人不用亲自到店里 也能够让宠物享受美容的服务 画面中一台汽车停在宠物店门口 这辆车装载的不是小朋友 也不是货物 而是猫小孩 担任这辆宠物专车司机的店长潘贯伦表示 会领先其他业者采用宠物美容接送服务的原因 主要是响应防疫政策 希望四主们可以在安全无染疫风险的状况下 也能够让宠物进行美容 店长指出 刚开始推广宠物美容接送的时候 虽然四主们的接受度不高 成本也一度导致营业有亏损的情形 但竟有良好的服务让四主们彼此推荐 现在平均每天接送宠物的数量 从一开始的三至四只 直到现在已经提升到六至七只 而且服务范围甚至拓展到西雨商 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平均一天大概三四只 一直到现在平均一天大概都有六七只以上 所以我们甚至每到 目前到西雨就是一个礼拜一趟 就是过定礼拜三 所以有时候已经到了 大概十五只左右 对平均一个礼拜 就是每个礼拜三就有十五只 去西雨那边接 然后一趟一车 有时候两车 因为有时候狗量太多 所以有时候需要 辆车去借回来 此外 店长还表示 疫情期间如果有发现确诊者 而且有四样宠物 考量可能会因为隔离 而无法照顾的情形 他们已经与家畜疾病房治所合作 让四主在受到隔离的同时 毛小孩也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店长指出 虽然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的需求 但相关设施与环境都已经准备好了 目前的话就是防治所这边 因为疫情的期间 它有跟我们联络 就是他们需要找一些合作的 就是狗狗旅馆的这个业者 就是当有确诊者的时候 他们如果本身有养狗狗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要需要做隔离的动作 那他们的狗狗需要有一个地方安置 所以他们有 第一时间有跟我们联络 所以那我们就 我们跟老板老板娘有做一些讨论 因为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考虑到 其他的客人 他们的作业上面的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讨论之后 我们最后挪出 特别挪出一个 就是额外的空间 就是专门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专门 就是额外挪出来 就是另外照顾 全民防疫期间 也不忘记照顾毛小孩 在避免四组外出 突增群聚与感染风险的前提下 提供宠物优质的美容 保养服务 让四组不必出门 也能够让宠物保持干净又整洁 记者蔡红翔 吴梦伦报导